又可爱 说吧,还有什么想问的? 他们跟什么关系啊? 我得说重点 他们的关系有点微妙 嗯 宝言 你回来了 啊 今天没有比赛 你吃早点了吗? 没有 哇,好贴心啊 宝言 我也没吃呢 我没有吃 没事吧,蒋高 哎 我把你挣到 来 妈 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到底把它怎么样了 你想多了 那天我用微波炉加热面包 结果考出了一个微笑天使的模样 然后蒋立伟他们家就断电了 难道不是你搞断全楼的电 然后我就在想 宝颜好久没来到学校了 如果他今天来了 说不定会给我带早餐 结果愿望就真实现了 其实我只是买多了 你的意思是说 小天使面包可以实现愿望 那和蒋立伟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还记得物理老师讲过 能量守恒吗 打死也不会忘记 考试整整十分哪 能量守恒 我的愿望实现了 蒋立伟就倒霉了 我今天早上吃到了保研给我带的早餐 结果蒋立伟他就被传粉文了 我体育课许愿不要被老师抓 然后我姐姐给我送鞋过来 然后蒋立伟他爸就住院了 你们说 会不会是那个罪魁祸手啊 小飞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这么神奇的事情 你竟然使用了麦尔焦尔 以及亥姆霍兹的能量守恒理论 简直是个天才啊 佩服佩服 所以我非常的纠结啊 你是担心 亥姆霍兹把你抓进天堂 并毁掉你的小天使面包吗 滚 老爷 虽然你说的几件事情 他们都有着看似巧合的联系 但实际上 这几件事情的概率 它是互不影响的 愿望实现的事件呢 它是随机事件 随着许愿次数的增加 那愿望实现的概率也会增加 可蒋立伟她爸爸晕倒 是属于偶然事件 两者之间 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 所以呢 所以概率是一个确定的数 是客观存在的 跟你本身的行为 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说的这些概率啊 事件什么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她的意思是说 宇宙这么大 随波逐流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意外险阻 你别再把自己当盘菜 哼 多谢翻译 但是宝言 为什么你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听得懂 但是只要组合成句子 反而不明白了呢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